家裡喜歡比較西式、歐式Party的人 我最建議大家做這一道 蒜香奶油蝦 因為很快 大家都會搶這一道 我沒有騙你 大家好 我是寶寶吃 又是新的一個禮拜了 今天為大家來示範的是 我們夏天也是非常下飯 非常可口的一道 蒜香奶油蝦 這一道我個人也非常的喜歡 用我們一般白蝦 我選用的白蝦比較大 留尾巴 然後去背去沙巾 然後黑胡椒 鹽吧 然後這是橄欖油 這個蒜泥 因為蒜泥它會比較快去入味 然後把它抓醃一下 橄欖油醃漬 它的香氣就不一樣 我們大概是醃個3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乾煎給大家看 今天為什麼沒有人幫我拿卡士爐啊 我知道了 又要進廣告了 形狼大主廚 與日本鹽谷中秋聯名的 黑武士J2版卡士爐 非常輕巧 可愛 有質感 我們打開看一下 裡面有一個導熱板 可以確保你的瓦斯完全燃燒 一點都不會浪費哦 獨家雙重防風設計 即便是在戶外 也可以穩定燃燒哦 短火焰多孔設計 火焰穩定 不容易受風的影響 高承重能力 可承重10公斤 即便是鑄鐵鍋等重型的炊具 也適用哦 活動期間還可以用優惠的價格加購 小燒肉烤盤 即日起至9月15號 享有行男聯名特惠架 以及免運服務詳情 請瀏覽料理123官網 我們先做一個高湯 那蝦頭把它乾煎 其實很快啊 只要準備一個鍋子呢 我們用大火稍微煎一下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它是不是會很臭臭 然後如果你怕 你就是加一點點薑啊 或者是蔥段啊 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油不需要太多啊 那除非你是要煎蝦油 香氣出來咯 我們加一碗水 整個蝦膏啊 然後就融入在這裡面 要壓出來的 嗯 我覺得是壓 壓一些會比較好啦 這個不宜久煮啦 好 來 把它濾起來 這要負燙黃酥 燙我們還是要忍 為我們的粉絲們 負燙到我 來 這裡 我們加一點點的油 這鍋子就不用再洗了 鍋子喔 記得要熱 因為我們乾烙的話 你這一個蝦子呢 我們將近有15尾到20尾 我怕一下去的時候 它會出水 肉會老老的 你鍋子要像這樣子 很熱了 我們再把它倒下去 我們瞬間呢 要讓它受熱 它才不會出水 像這樣快速的上色 我們稍微煎一下 再把蝦子呢 先盛起來 有些人說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盛啊 也可以 你要動作要快 你的蝦子啊 才不會過老 像這樣子 就把它盛起來 這裡 我們再加一點點的油 我們接著就要爆香囉 蒜香 蒜香 我們這蒜頭的量 還是不能少 蒜頭 洋蔥喔 我覺得可以增加免疫力的 我覺得可以多吃一點點 而且炒過之後 它會轉換成甜味 香氣真的是不一樣 好 來 有新鮮的百里香 你就加新鮮的百里香 沒有的話 用乾的也可以 然後 整個香氣就出來了 接下來 蝦子 把它倒回來 嗆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白葡萄酒 然後接下來我們 先加一塊的奶油 這是無鹽的奶油 我們先來 剛剛的高湯 來一點鮮奶油 來一拉 看一下好好吃喔 無鹽奶油 這個呢 就讓它是薄薄的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去勾芡 那這裡 我們最後 就來撒一點點的 巴西里碎 這樣就可以上桌囉 哇好香喔 寶寶四周是 迫不及待的 要試吃給大家看 這個醬呢 沾這個法國麵包啊 非常的棒 蒜香跟奶香 我覺得 非常的棒 在家裡只有有蝦 切記要用蝦頭來練那個蝦油 或是蝦湯 最後 你用一點點的鮮奶油 你要用鮮奶也可以 讓它有一個乳化效果 這一道我們的 蒜香奶油蝦 就成功囉 在家裡辦Party 就是這麼簡單 期待大家來做一個示範 讓你的家人來品嘗看看 來喔 那我們這一次的好康啊 那就是我們邢南大祖族 與日本知名的廠牌 就是我們鹽谷中秋聯名的黑武士 以及我們多功能的尖煮爐 那即日起到9月15號指 詳情請上我們料理123的網站查詢喔